台中市新中街大火造成六死六伤惨剧持续延烧 立委林静怡协同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一起召开记者会 质疑市长卢秀燕的灾民安置计划 江兆国痛批卢秀燕 类似情形随时可能发生 应该尽快对大楼进行安检 怎么会把责任推给中央要求修法 而另外呢 六名死者当中三人家属今天则在礼仪公司的陪伦之下 重回现场来召唤 台中新中街大火三名死者家属重回现场进行召唤 场面哀戚 因为其中一名女家属昨天才接到警方电话 说她生母不幸在这场火灾丧命 自小辈领养在接获生母消息 竟然就是天人勇格令人动容 立委林静怡更爆料有住户跟她陈情 里头没有任何消防警报装置 卢市长在对外的说法里面 跟住户的所知道的不一样 当天火灾发生的时候没有警铃 没有广播 通道里面堆满了杂物消防安检为什么会过 据陈情人给我的说法 消防局跟她说那是都发局的事 这些都是弱势的个案 他不是像有人有六十几笔土地 有几十个房子可以住 三月十五号之后请他自己找地方住 国家是不是应该统一制定法律 或者是国家如果没有办法统一制定法律 我们自己来审视法律 起火的大楼屋主登记为私宅 台中市长卢秀燕市政会议上表示 将严定地方自治条例并建请中央修法改善 但也引来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 总召江兆国痛批缓不济及 台中市都发局统计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 有四十三栋大楼消防安检不合格遭列管 其中三十五栋已经改善 八栋核准展延改善期限 新中街发生火警的大楼 违建四十一房 一房开罚十八万 共开出一百四十四万的罚单 火警议题持续延烧 卢秀燕怎么灭火 成了争取连任另一道关卡 记者综合报道